所以這時候小明在內心是充滿喜悅的 充滿感恩的 所以同樣的他也騎著他那一部可愛的腳踏車 騎著騎著同樣抱胎了 這時候小明心裡怎麼樣呢 他也不覺得怎麼樣啊 因為小明覺得說 抱胎就抱胎啊 很自然的事啊 所以小明就牽著他那一部可愛的腳踏車回家 然後當他回到家裡的時候 手往口袋一摸 忘了帶鑰匙 那他就瞧門咯 這時候媽媽剛好在炒菜 聽到有人按門鈴的聲音 就出來開門 那小明看到媽媽就跟媽媽說 媽媽你在炒菜嗎 辛苦了 煮好吃一點哦 我今天要多吃 這時候如果你是那位媽媽的話 那你的感覺會怎麼樣 你會覺得是幸福的 因為兒子跟他說 他想多吃一些啊 那當父母親的都是這樣子嘛 當兒子想要多吃 你就會盡量滿足他 所以這時候媽媽帶著喜悅的心情 然後他在炒菜的過程當中 加了愛心下去 然後加了關心下去 所以那種菜啊 炒起來特別好吃 那這時候爸爸要加班嘛 同樣的電話打回來了 老婆我今天晚上加班哦 可是這時候的媽媽 她接了電話 聽到爸爸說加班 就因為心情很好啊 所以就跟爸爸說 老公 今天晚上加班啊 小心哦 等你回來哦 哎這時候爸爸在加班的心情也跟著好了 因為爸爸覺得說我為誰辛苦為誰忙是值得的 所以整個晚上爸爸帶著心情愉快的那種感覺在工作 因為他感覺是幸福的感覺是感恩的 那菜炒好了媽媽就要小明吃飯 那小明這時候心情很好特好 所以飯吃了特別多 然後嘴巴也特別甜 邊吃邊跟媽媽說媽今天的菜好吃耶好吃耶 明天再煮這個菜我想多吃 所以媽媽整個感覺也快樂了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段心情好跟不好的感覺 差別就很大 因為連帶的整個感覺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的對自己說 我好幸福 我得天獨厚 我什麼都有了 而不是說天啊 我怎麼會這樣子咧 我怎麼這麼悲哀咧 我怎麼這麼不幸 這麼倒楣咧 如果你常常感覺自己的不好 那那種磁場就會跟著不好 那你的心境就會跟著不好 我們在中國有一個聖人叫做炎毀炎夫子 那我們也知道炎夫子他肌肉是毀不改其又不改其了 然後炎毀就這麼窮 可是他過得很自在 因為他自己在心境上 他覺得說我是幸福的 我知足常樂 所以一個人要有彩色的人生 要有這個幸福的人生觀是要轉戀的 戀頭很重要 心念也很重要 那只要我們心戀很強 我們是幸福的 那往往很多事就會變成真的 所以有一句話說啊 美夢成真 因為我們想他是幸福的 他就是好的 無形當中 整個氣就感覺上來了 所以往往很多媽媽她很可愛 媽媽關心孩子是很正常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媽媽如果說你的孩子出門在外是好的 你時時產生 散發出那種好的戀力 那孩子就會跟著好 那如果說你常常想說 哎呀 我孩子在外面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啊 會不會怎麼樣啊 會不會變壞啊 那往往你這種戀力會產生那種磁場 如果產生那種磁場 那孩子真的無形當中會變壞 這一點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在很多事情我們要轉戀 一個戀頭只要轉對了 天堂就在轉彎處 那如果你轉錯了 那地獄就在我們的心中 就在我們的周遭 所以就會是苦的 所以人跟人之間的一個相處 包括一個家庭裡面的成員 尤其是小朋友 大人對我們的叮嚀 我們要知道那是關心 大人對我們的關懷是幸福的 唠叨不等於痛苦 如果常常很多孩子啊 很多部署啊 然後長官啊 父母親對我們的叮嚀 你去把它誤解了 那你就會心境上會不平等 那你就會不平衡 就會很痛苦 所以在這邊 尤其我們要有彩色的人生 家庭很重要 家庭每一個成員 如果說在這個家庭裡面 都有倫理道德觀念 我們家裡的倫理 我們把它注重了 那每個人 父子子孝 胸有地公 那這樣家庭就會幸福美滿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來分享 幸福的密招 我個人覺得說 一個家庭的成員裡面啊 要常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有事沒事要抱抱 因為為什麼要抱抱 當我們人跟人抱在一起的時候 胸部啊 心會跟心貼在一起 那只要心跟心貼在一起 我們不是有句話叫 這麼說嗎 叫做貼心 那只要心跟心貼在一起 我們就能夠感受到 對方的那種感覺 所以在心靈上無形的 就會溝通了喔 那種感覺就會對了 所以幸福的密招要抱抱 大人要時時刻刻 跟我們的孩子 跟我們的子女抱抱 那只要你長跟 父母親長跟子女抱抱的話 那整個感覺都是對的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可能父母跟子女之間就會有隔閡 記得我們小時候 跟父母親抱一抱無所謂 但是當我們長大一點之後 那媽媽抱兒子 兒子會覺得怪怪的 然後爸爸抱女兒 女兒也會覺得怪怪的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中國人啊 就是比較內向比較害羞 比較不懂得表達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 真的抱抱這種動作一定要做 跟大家分享 我的兒子在小的時候 我也常常跟他抱抱 但是當他讀到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在抱他的時候 他也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不管 我就是硬要抱著你 所以一回生兩回熟啊 抱著抱著 他現在已經30歲了 我還是抱著他 有時候他坐在椅子上看電視 我坐在他旁邊 我都躺下來啊 把頭靠在他的大腿上 那以前 剛靠在他大腿上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很奇怪呢 那我不管 一樣靠著他 那久而久就習慣了啊 所以父子之間 感覺又像兄弟 又像父子 所以那種感覺是很棒的 包括女兒已經結婚叔子了呀 那也跟他有事沒事抱一抱 那種感覺真好 所以家裡的成員啊 常常做抱抱的這個動作 這就是幸福的密招 包括老公老婆 也是的喔 夫妻之間也要做這件事 起床的時候 抱一抱 無所謂吧 畢竟是夫妻嘛 對不對 那要上班了 要分開了 抱一抱 感覺多好 貼心 所以 我們中國不是有一句話說嗎 床頭打床尾合 夫妻之間往往會鬧别扭 但是當你鬧别扭的時候 你還有辦法 有那種心態 強迫自己 跟對方另一半再抱一下 那整個感覺就不見了啊 整個那種不好的感覺就不在了 所以那種恩愛的感覺又上來了 所以跟大家提倡 有事沒事 跟家裡的成員要抱一抱 包括我們周遭的好朋友 我們也可以跟他抱一抱 因為抱的那種感覺真的很好 叫做貼心 我們就是往往覺得說做這種事不好意思 所以無形當中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老公老婆夫妻之間的距離 父母跟子女之間的一個距離 就拉遠了 所以你親密的那種感覺就不在了 然後心靈上的那種感覺又沒有辦法契合 所以往往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家裡產生不好的因素存在 然後家裡每個成員啊 開始隔閡越來越大 那父母親的叮嚀還在